好看完了 墾丁來看到啊 在南投呢 其實也是一大早就出現了好多的車潮 光是這個武嶺往荷歡山的沿線 還有這個清淨 正至到了溪頭 各大知名的觀光景點呢 停車場都是停滿滿的 而湧進了這個人車 警方就必須要出動人力 來進行交通指揮了 呼籲大家上山之前 一定要減速慢行 避免發生事故 警方在武嶺路段架起三角錐 管制交通國慶連假第一天 早上七點停車場已被車輛停滿滿 還是有車不斷開上山 想要停車欣賞美景 就連天氣下起小雨 也不減遊客人潮 武嶺往荷歡山沿線 就連清淨農場也湧現人車潮 粗估超過一萬人 警方正在加強疏導中 在此特別呼籲上山的遊客 車行速度要放慢 為了因應人潮 警方趕緊加派人力 在現場進行交通指揮 但在南投不止武嶺出現人車潮 郭三從草屯到民進路段 車子塞滿滿 沿途經典包括西頭 也是塞好塞滿 園區內外停車場 車輛排隊等待入場 在剛剛路頭那邊 因為考完試想要放動一下 連假這幾天 預計爬山人數 每天都可能會來到八千人次 那這三天連假 因為人潮車潮比較多 我們會建議來遠的遊客 早一點出門 南投各大山區出現塞車人潮 大家都想要到大自然 呼吸新鮮空氣 但也要提醒民眾 雖然山林解禁 不用戴口罩 但還是得做好自身的衛生管理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開心出遊的同時 也不要成為防疫破扣 華日新聞 林宣校越 周大翔南投報導